行政院长卓榮泰来基隆视察新峰街山崩意外 在地的议员跟里长也提出了他们的观察重点 希望中央跟地方能够列在之后的灾后复原配套之中 因为刚才其实地方非常多的居民反应 其实从我们的社区顶楼都可以看到 在上面其实有一个非常 现在应该是一个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燕色湖 那居民很担心的是说 这个如果湖面有议题的一个状况的话 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一个公共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要 刚才有特别跟市长跟公务处来说明 就是说希望大家针对上面的燕色湖的部分 来思考一些解决的处理个方式 那里长刚才有提到是不是可以用一些 显接孔的模式 那把水尽量先进行来一个排除 然后把它卸出来 要不然避免说这个问题压力过大 导致整个区域反而有更大的公共安全的疑虑产生 这就是杀死性的东西 所以说在过几天又大雨要再来的时候 怕崩溃到整个会影响到隔壁社区 太近了 就距离太近了 所以我们很担心这个问题 它也越挖越近 越近的时候其实距离越短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产生了其他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 必须要跟市政府跟中央来反应这件事情 那这个部分还不到这个影响 全街让我们通行的海中间的主委 他也刚刚报告了 这两天的话旁边四处都有在泄水的状况 那虽然它甚至有土地 那个房子有下陷的感觉 掏空的感觉 很危险 我们社区左边的这个边坡它也没有做法 下大雨的时候其实都会像小瀑布一样 有大量的流水下来 那我们今天新空间 整个水汤方是在右侧 那要预防下一次的土石办方是否会在左侧 这个土石水保的部分 还有海水的部分要严格的重视 那因为这个潭水下来之后也会导致我们现场所看到的一个后车瓶 导致大量的积水 那前年呢瑞子已经将这个后车瓶做这个四个界面的整理 可是右侧的部分还是有低洼的部分 会有积水的现象 也希望市府重视把这个后车瓶整个区域做顺服 来避免积水的状况发生 这次那个台风影响到我们 就是因为这个宜山的问题 就我们里内的机车大概有三四十台都被掩埋了 希望这个政府或相关单位能让我的里面能得到一些赔偿 新丰街的333向这个土石的摊帮 那因为有很多的土石损害到我们合法的机车停放 大概多达三十几台 那瑞池这边跟梓豪里长都希望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的救助科 能够专签来申请补助 那让我们的机车能够得到一个损害赔偿 那除此之外海中天的私人道路社区也开放民众通行 那通行过后大量的车辆压损有导致路面的损伤 那路面损伤也希望市府能够协助整平 那新丰街因为唯一的这条道路 其实是多数的两万多名的居民都供通行 那希望能够开放多条的连外道路 以避免灾害发生时又无路可走 那最重要的是灾后的一个预防 现在看到的土石边坡 现在还都有松动的情况 希望未来这个土石清除后 这个边坡的一个防治 还有未来下大雨之后 是否还会有土石流的一个发生的预防 都希望市府能够加强注意 地方明代反映的意见 都会提供给市政府 在讨论灾后配套当中 希望透过中央地方通力合作 让居民能够安居乐业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